据环境网3月4日报道 美国商业火箭公司SpaceX星际飞船的原型机SN10 在进行高空飞行测试并实现软折路后的几分钟内突然发生爆炸 火箭尾部E4燃料舱的区域发生猛烈爆炸 爆炸使火箭的碎片飞到了百米之外 目前爆炸原因不详 这是该型号火箭的第三次爆炸 前两次测试均已失败告终 据视频显示 在这次飞行测试完成后 火箭看似平稳着陆 但随后底部着起了火 工作人员还试图把火扑灭 不过几分钟之后就发生了爆炸 火箭被炸上半空 然后摔在了地面 火箭安全着陆似乎一直是SpaceX技术的薄热之处 在2020年12月10日 2021年2月2日的两次1万米高空测试中 轻舰原型SN8和SN9均在降落时发生了爆炸解体 SN8爆炸的原因是飞船的燃料箱压力不足 发动机推力不够 未能让飞船成功软着陆 SN9的发动机在最后时刻突然失灵 同样未实现软着陆 马斯克一直致力于将火箭发射到太空 但是仍未解决如何实现安全着陆的问题 虽然接连三次试射都发生了爆炸事故 但是该公司依然称 这是收集数据的最有效的方式 马斯克表示 该飞船将会在2023年以前 达到载人飞行的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